大家好,我前面跟大家分享过 现在6月正是给南花湿撞苗肥的最佳时机 那么当时是建议大家给南花追食南科专用的有机氧液 营养全面温和又不容易烧根 然后配合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磨肥这一类的环氏肥 这样才能够让新苗长得又快又壮 那么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南花湿撞苗肥 我们一定要牢记好三个字 这样呢,这个肥不仅湿得好,南苗还长得壮 那么是哪三个字呢 首先第一个字就是全,也就是营养一定要全面 不能够偏湿淡肥,也不能够偏湿磷甲肥 用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南科营养液 然后呢,盆土里面埋上磨肥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这些肥呢,我们也可以给它淡肥或者磷甲肥交替来使用 这样呢,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撞苗效果 因为现在是它的旺盛生长期,这个时候它对营养的需求是非常的高 所以呢,用肥一定要全面 第二个字就是勤,也就是说一定要勤快点用肥 这个时候啊,撞苗期它对肥的需求非常大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用肥,而且一定要勤用肥 才能够有效促进它快速生长 如果肥不足,生长自然就缓慢,难以长成撞苗 第三个字就是要薄,也就是说施肥的浓度不能够过高 以免产生肥害 我们呢,最好就是薄肥,勤施 这样才能够起到更好的施肥效果 比如这个南科营养液,我们就可以每次以水带肥的浇灌 但是这个时候呢,浓度就不能过高,适当的要 偏低一点,可能要翻个一两倍左右才能够使用 给南花师撞苗肥,我们牢记这三个字 南花的新苗才能够养成撞苗 后期才更容易开花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